哈囉各位編織的朋友大家好 這裡是愛芝的頻道 我是愛芙琳 愛芝 知愛 愛芙琳今天除了勾芝之外 也想要號召大家一起響應 創世基金會的知愛活動 如果你是新手也沒關係 會編織更好 只要有一顆想要幫助人的心 跟著愛芙琳也能完成簡單的小作品 這次的活動將以水果為主題 並且將它做成可愛的髮夾或者是別針 歡迎大家將這些作品 提供給創世基金會進行義賣活動 詳細的活動內容可以參考影片的描述欄 快跟著愛芙琳一起參加吧 我所用的線材是四股牛奶棉 工具上使用了2.5的勾針、縫針、記號扣、剪刀以及接鎖劑 另外準備了5公分的水地型髮夾 以及帶有2.2公分底座的別針 首先是具有豐富維生素C的流程 我們以橙黃色的線緩起勾置6個短針 毛線在手指頭繞線之後 帶出線來先鎖一針 這個起立針不算針數 接著在這個圈裡面勾置6個短針 而第一個短針我會放上7號扣 接著我們勾置剩下來的5個短針 第一圈的6個短針結束 收緊中間的線圈 接著我們將頭尾做引拔 引拔在第一個短針上 也就是做記號扣的地方 第二圈 一個起立針之後 在每個針目上都做短針的加針 這是上一圈頭尾引拔的地方 也就是這一圈的第一個針目 INC就是加針的縮寫 也就是同一個針目裡勾置兩個短針 這是第一個短針 我也放上記號扣 接著同一個針目裡再增加一針 每個針目上都勾置兩個短針 完成這一圈 這一圈一共會有12個短針 第二圈結束 也是在第一個短針上做頭尾的引拔 引拔完之後可以稍稍拉緊線頭 第三圈也是先勾一個鎖針 作為起立針 接著依序在第一個針目裡勾置一個短針 而下一個針目 勾置一個短針的加針 循環勾置6次 完成這一圈 因為加了6次針 所以這一圈一共完成18個針目 第三圈結束 引拔在第一個短針上 接著第四圈 接著第四圈 一個起立針之後 依序勾置一個短針 一個短針的加針 以及一個短針 循環勾置6次完成這一圈 在勾置這個圓形枝片的時候 艾芙琳這次並沒有用到無痕引拔 或者是螺旋式的勾置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參考我之前的影片喔 第四圈結束 頭尾不用引拔 我們可以先斷線 再以縫針處理線頭 我們可以將線頭穿過縫針 再將縫針穿進第一個針目裡 接著再穿回線頭的底部 可以一次穿進針目的兩條線 接著藏好線頭 這樣線頭就不容易脫落了 接著我們可以用淺黃色的線 任意從第四圈的一個針目引線 沿著第四圈的針目 勾置一圈引拔針 而最後一針引拔針可以不用勾 先斷線 留大概20公分的長線做裝飾 以類似第四圈的線頭處理方式 處理最後一針 紅針穿過第一針引拔針 再穿回線頭底部 接著繼續用這個線頭 修出柳層的剖面線條 最後我們可以將線頭在背後打結 以防脫落 並且修剪線頭 這樣這個柳層就完成啦 接著具有抗氧化作用的蘋果 可以用淡黃色的線 或者是米色的線勾織蘋果的果肉 它的第一圈到第三圈的勾法 跟柳層一樣 都是以六個短針做為圈勾的起針 而每一圈的一開始 也是會有一個鎖針做為起立針 每一圈的頭尾引拔 也是引拔在第一個短針上 不一樣的是第四圈 會有其中兩段的加針循環 改成勾中長針 HDC就是中長針的縮寫 我們依序勾織一個短針 一個短針的加針 一個短針 還有一個中長針 一個中長針的加針 以及一個中長針 循環勾織兩次 中長針的地方 就會讓這個圓形枝片 變得有點像圓形 而最後是一個短針 一個短針的加針 以及一個短針 循環勾織兩次 第四圈結束可以斷線 接著一樣處理線頭 而第五圈 我們將有中長針的位置 放到兩旁 而第四圈頭尾引拔的位置 會是在左上方 接著在上方的正中央 開始引紅色的線 勾織一圈引拔針 而勾織到一半時 我們可以將勾織移到第三圈上 勾織一個引拔針 再回到第四圈勾織引拔針 這樣就會像蘋果被切開之後 中間上下有凹進去的感覺 而結尾的倒數第二個引拔針 也是勾織在第三圈上 最後再處理線頭 勾織過程中所產生的線頭 都可以引到織物的背面 打個結以防脫落 我們可以為蘋果做一個小葉子 用綠色的線 鎖邊起針 先起五個鎖針 第二行 一個起立針之後 接著勾織一個短針 一個中長針 以及一個長針 再對稱勾回來 一個中長針 以及一個短針 這樣織物就會成為葉子的形狀 第二行結束 引拔斷線 葉子就完成了 接著是蘋果的蒂頭 我們可以用咖啡色的線 左邊起針 起三個鎖針 接著一個起立針之後 一個短針 以及兩個引拔針 最後引拔斷線 留10公分的線頭 利用所留的線段 將底頭固定在凹線的地方 並且用它來繡蘋果的果盒 最後將葉子綁在地頭的旁邊 這樣這個小蘋果就完成了 接著是酸酸甜甜的草莓 第一圈也是緩起勾織六個短針之後 收緊中間的線圈 頭為引拔 接著我們要將這個枝片拓展成三角形 第二圈 一個起立針之後 接著依序勾織一個短針 下一個針目裡勾織三個短針 循環勾織三次 三個短針的地方 隨著圈數的增加 會變成三角形的角 這圈結束 也是引拔在第一個短針上 第三圈 一個起立針之後 在接下來的兩個針目 一個勾織一個短針 接著重複勾織中括號裡的內容 在下一個針目裡勾織三個短針 而在接下來的三個針目上各勾織一個短針 如此循環勾織兩次 這樣會完成兩個三角形的角 中括號內容勾完剩下兩個針目 在接下來的針目再勾一次三個短針的加針 而最後一個針目勾一個短針 最後引拔在第一個短針上 這一圈就勾織結束 第四圈 也是類似第三圈的勾織方式 夾針的位置是夾在上一圈中 三個短針裡最中間的那個針目 一個起立針之後 依序在接下來的三個針目上各勾織一個短針 接著就會遇到三角形的第一個角 我們就依照文字解完成這一圈 這一圈結束 斷線 處理線頭 勾針穿過第一個短針 再穿回線頭底部藏好線頭 接著我們取一段白色的線 為這個草莓繡上它的種子 線頭可以在背面打個結並修剪 接著我們用綠色的線 緩起 緩起之後勾織四個鎖針 接著倒回從倒數第二個鎖針開始 在每個針目上各勾織一個短針 一共三個短針 接著引拔在圈裡完成一片葉子 我們重複中括號裡的內容總共四次 完成四片草莓的葉子 最後引拔斷線 收緊中間的線圈 利用所留下來的線段 將葉子固定在草莓的上方 這樣這個可口的草莓就完成啦 歡迎大家一起來響應 創世基金會的知愛活動 在下一集當中 還有其他的美味水果以及法家的底座 等著你來解鎖喔 這一集就分享到這邊 感謝您的收看 喜歡的朋友訂閱按讚加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一集見囉 掰掰